没了 咖啡标真 这些年去过无数家的咖啡店 但是如果你要让我用10秒钟的时间 找出自己内心最喜欢的10家咖啡店 真的不容易 因为我要从自己的记忆里边 一下子抓出10家咖啡店 除非当时真的在这个店里边体验非常好 我才能一下子记起来 于是我花了几天的时间 回翻了之前几个T的素材 从去过的超过1000家的咖啡店里边 找出了对于我来说印象深刻的10家店 带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曾经的这些记忆 那首先从墨尔本说起 因为我们频道跟墨尔本是挺有缘分的 我们从第七到第八期的视频 都是在讲墨尔本的咖啡馆 我喜欢这家店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店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存在 它有着不可复制的基因在 那墨尔本政府为了保护这个原建筑 在上面盖办公楼的时候 在里面特意打了柱子支撑穿上去的 那他们整个这个cafe的这种感觉非常好 从咖啡到食物 那它是一个多维度感官上的一个体验 比如你看它的食物的颜色 咖啡的出品 餐具的搭配 厨师和咖啡师的工作状态 客人的状态 店里边的音乐等等 那这些呢都是属于观感和听感上的一些体验 那你会感觉你不像是在一家咖啡店 反倒更像是在一个很大的这种田园艺术的室内空间 这家店呢是在一个希腊人的居住区 它不在墨尔本市中心 由于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呢 是在跟这个店合作开这个咖啡室的培训 所以说呢在这个店里边待的时间非常久 那基本上每天都会去 那店里的运营状况呢 我还是很清楚的 我发现很多社区性质的咖啡店 由于面积稍微大一些 都会提供餐食搭配咖啡 那这样的话呢 它就能够满足既想吃点东西 又想喝咖啡的客人 那当然咖啡和食物的出品都要非常棒才可以 如果任何一个做不好 其实都会影响到自己的口碑 所以运营好的咖啡店 他们在很多方面做的都非常好 一楼呢是客座区吧台和后厨 二楼是培训室以及咖啡豆的烘焙间 那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院子 那像这种社区型的咖啡店 真的就是那种Dream Cafe 嘿 这家店巧了 也是一家社区属性的咖啡店 那老板呢是个华人 山东帅小伙我至今还记得他分享给我的一个经营理念 We don't do great thing We do small things great 就是说我们做不了伟大的事情 但是呢我们要把小小的事情做到最好 那这个理念呢让我对这家店念念不忘 他们对咖啡和食物的品空做的非常非常严格 服务做的非常人性化 把自己的这个经营理念体现的也很到位 所以说这个店运营到今年应该是已经超过十年了 那一家咖啡店超过十年 也算是一个老牌店了 那其实本来在去年的时候 墨尔本咖啡展 我有打算再回去看一看 这几年有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呢取消了 所以一定会找机会再回去拜访 这家店呢在纽约布鲁克林的Williamsburg 它是一个独栋的带着天窗玻璃的房子 他们也是自己烘咖啡豆 那进门呢是一个很长的过道 旁边呢就是烘焙室和咖啡品空室 那客座区的上面是一面大的天窗玻璃 那这个设计真的非常喜欢 那咖啡真的是很赞出品一流 而且他们有很多的咖啡豆卖 咖啡馆呢营造的氛围就非常的放松 而且呢咖啡师是那种看到镜头就非常想表现的那种性格 很多戏而且很酷 那当时呢就非常巧的偶遇了一个好朋友 他是波多黎各的咖啡冠军 还续了续旧 如果在纽约的朋友啊 一定要打卡这家店 这个店呢开在一个类似半山腰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洛杉矶好莱坞周边都是这种小山小丘的 周边呢都是一些一家一户的独栋的这种小房子 那他是社区属性非常强的一家店 那强到我当时过去的时候很多人盯着我看 我估计他们就在想这兄弟肯定是外地来的 喜欢这个店的原因是因为他太社区化了 太有人情味了 那以至于店里的小哥哥看我在拍视频 就直接送了我一杯免费的这个冷脆咖啡 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啊 因为有免费的咖啡喝 那他有个很漂亮的外摆 所以客人基本上都在外边坐 氛围很轻松 如果有在洛杉矶的朋友可以去打卡试试看 但是不幸的是 当我给大家找他们店的具体地址的时候 我登陆他们的网站 结果我发现他们的网站在拍卖 我心里面就猛的凉了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喜欢的咖啡店被关掉了 如果有在洛杉矶的小伙伴 可以帮忙核实一下 如果真的关掉的话 那我就真的要上心了 那这个店呢它更像是一个咖啡师的花园 应该是一整个老厂房改造的 那面积非常大 目测呢有几千个平方 那集合了咖啡店餐厅插花酒吧一体的店面 那因为太漂亮了 以至于你进去了之后 就会非常沉浸在整个花园里 那他们的吧台厨房甜点房咖啡烘焙间全是开放式 所以你能清清楚楚的看到他们每个部门的一个制作的状态 我觉得整个一个店的氛围营造状态就占到了自己体验的很大一部分 让我评价说咖啡或者食物服务怎么样 我觉得都在一个比较不错的水准 所以我觉得咖啡店的一个体验啊 其实是一个多重感官和角度都需要有的 所以强烈推荐悉尼的朋友打卡 2011年去的台湾跑了台北台南高雄三个地方 也感受到了当地的咖啡文化氛围 其实台湾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咖啡 是街边的小吃奶茶还有小吃店老板那种跟你唠来唠去的那种热情 让我对台湾产生了非常好的印象 让我觉得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我在当地的菜市场吃饭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的卫生间叫男化妆室和女化妆室 有没有小伙伴可以科普一下 我们也去了冠军吴泽林的店 simple kafa 感受很震撼 出品品质很棒 服务和环境都很棒 冠军开店不单单是技术好 因为它的全方位综合方面都很棒 还有一个DG coffee hotel 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咖啡师经营的 一楼是一个咖啡吧台 楼上是住宿 当时就在他那家酒店住 老板很贴心去台北如果去找住宿 我也非常推荐 这个店我两年里去过好多次 而且是去过好几家分店 但我最喜欢的是其中一家独栋房子的 在偏居民区的那家 他们把咖啡和面包结合运营到极致 早上前来买面包的人根本停不下来 而且我观察了一下 基本上都是一个面包配上一杯美式 这样的搭配能体现出来 韩国人对美式黑咖啡有多么执着 这个店二楼是专门做面包的地方 当时他们看到我在拍视频 而且也同意我拍他们的操作间 面包制作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经营就很开放 这家依然是一个冠军开的店 Factory Coffee 工业风 特调咖啡 不在市区依然很多人 特调咖啡做的很泰国特色 我当时就觉得咖啡文化在泰国 就是一个很大众的 以及普通的果咖饮料文化 因为一年四季都是夏天 喝美式或者热拿铁的机会 就少之又少 这也是为什么冰咖啡再加上水果 这种掉下的咖啡 在这里到处都看得到 当时我就感觉 其实在中国咖啡文化 也可以用这种水果饮料的方式来代入 毕竟大部分人第一次喝到黑咖啡的那种体验 都不怎么好 现在喝中药 所以以饮料的方式来代入咖啡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泰国回来的第二天 我就听说疫情大爆发 一直到今天 全世界都被卷入到疫情的风波里 全世界各个的角落里 每天都发生着不同的故事 有悲伤 有痛苦 有欣慰 也有幸福 在做这期节目期间 当我回翻硬盘里边几个T的素材的时候 那这些往事仿佛历历在目 我们踏足过的这些地方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大事小事 在大脑的记忆里瞬间被激活了 那在悉尼的暴风雨的沙滩上狂奔 在首尔挑战一天走三万步 在便利店付不了款 被韩国的小姐姐代付 在台北的行李箱望在火车上 当地的朋友开车去终点去取 在旧金山一个小中餐馆中 遇到的兼职的漂亮留学生小姐姐 到现在还过目难忘 在洛杉矶餐厅里 对面的中年男子诉说着自己的妻子 重病离他而去 在纽约的K town被黑人小哥跟随 所以被我甩开太多太多这种生动而有趣的这种回忆涌到了脑海 那因为疫情的确是好长时间没有机会再走出我们看看了 不过相信不久我们很快就能出去看看这个世界了 很快 就好快 so Ok you 那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